从11月27日至今 新任中宣部一把手的刘七宝超过两周没有现身 中国官方媒体对他的报道也只见文字不见人 外界对刘七宝行踪的猜测众说纷纭 有评论指出 刘七宝的神隐凸显中共十八大前的内斗仍在眼少 团派出身的刘七宝十八大前为四川省委书记 在十八大当选政治局委员后执掌宣传部 根据中共喉舌人民日报报道 刘七宝11月27号在北京召开的中国举一家协会会议上发言 这是刘最后一次露面 而新华社在11月27号虽然报道了刘七宝29号出访北韩老窝以及越南 可是29号的出行名单中却振钱换将 12月3号刘七宝又意外缺席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大会 在此期间各种小道消息涌现 有海外传媒指称刘七宝因回乡办理母亲丧事 但根据香港媒体报道 刘七宝安徽老家的村官接受访问时否认刘母去世 还声称有关消息是造谣刘七宝没有回家乡 新华社7号又有报道说 刘七宝近日到中央外宣办文化部调研 却没有登出刘七宝参加会议的照片 北京时政观察人士华坡对新唐人表示 刘七宝神尹可能与新任四川省委副书记李春成涉嫌严重伪计 正接受组织调查有关 而官方对刘七宝的文字报道 华坡认为是高层维稳和内斗的反应 华坡指出 在中共体制内很难找到干净的官员 虽然习近平想通过反腐来延续中共的统治 不过如果反腐之火越烧越旺 中共又担心动摇他的执政地位 刘七宝在最后一次露面中谈到 他作为四川抗震救灾一线指挥员 最深切真实的感受是文艺可发挥千金难买一笑的独特作用 时事评论员汪北继在汶川地震时多次志愿去现场救援 亲眼见证了刘七宝领导的中共四川政府 用豆腐渣工程残害学生的罪恶行径 也目睹了中共官方在震灾中的不作为 他说震灾全部来自于民间和国际社会 汪北继认为中宣部是最邪恶的部门 中共往往安排党员中较邪恶的人去掌管宣传部 中宣部是中共控制人民思想 提老的一个非常邪恶的部门 控制了整个中国的思想界文化界 它的失踪和它将来出现都是中国人的灾难 我用一句话来回敬它 邪恶的反观历史加上这个邪恶的中宣部的 这个控制思想的责任结合起来 是中国人民不可想象不可预计的双重的灾难 北京艺术家独立制片人杨伟东指出 一个有良知的艺术家 有勇气去面对现实和真实地表达自己思想 如果文艺真的能起到像中共想象的那种作用 他们应该给无家可归的访民办一台演出 让他们离开北京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